我刚才听到你讲的话 你没想做出的贡献跟努力 当然我是很受感动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如果要太阳能本普遍使用的话 就是这个转换出来的电 你自己用 但是你如果往上 还是要靠太阳能板的话 往上没有太阳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很多问题 一个是在美国加州 他把整个接到电流的公布的网络上面 所以往上就买电 白天就卖电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现在台电 在这方面是没有能力的 白天如果有很多能源的话 储存 怎么储存 怎么转化 有一天如果你加化 产生的电 白天用 也不够 只有晚上买电 那应该是好事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早上 产生的电 过剩了 你能够储存 如果是水的电解 温解味精跟氧 变得很有效 那么你家里有一个 Fu Cell 燃料电池 那往上可以用燃料电池 但是以目前的台湾就是 每一个家庭 或者是每个单位 阳光供给你所有的能量 还做不到 因为台湾能量消化的太多了 所以这里啊 要产业要发展的话 你就要想想看 就是怎么样使 这个太阳能板产生的电 能够移用 然后 不让台电说 你这是花电厂 还要申请执照 目前是这样子 大一点的太阳能板 说你是花电厂 要申请执照 才能够 装这个设备 我们要超越这些问题 这是牵涉到 政策的问题 还有牵涉到技术的问题 但是你讲的是对的 台湾在全球的市场上 它还能板占有20% 但是我们的应用是 实在是太少了 这个要怎么样克服 是一个政策上的问题 跟技术上的问题 都要努力 不过时间应该是到了 应该是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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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